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SQL语句 我们说还有很这个查询内容比较多是吧 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在做查询了 因为在税货的操作里面呢 可能你增加修改或删除 删除可能几乎都没有 因为你的数据添加进去可能不会被删除的 真正的这个意义上这个删除也是逻辑上的删除 比如把这个数据改为不可用 做一个标记是吧 比如说把这个1 第一个1就表示这个数据可用的 0这个数据表示不可用 就表示删掉 没有真正意义上把这个数据删掉 在实际应用当中是这样的 所以删除这个命令几乎可能不会用到 对吧 在企业级 特别是企业级应用里面 好 那么90%的工作可能都在做查询 查吧 你看拿手机 你是不是在查东西 在看东西也是在查询 调整东西是吧 对不对 那你很这个可能比较少的是说 在比如说联系人 你要增加联系人 可能比较少是吧 对吧 你可能很长时间来认识一个新朋友 才增加一个号码 对吧 对对对 经常都在查 查的机会 机会是比较大的 是吧 OK 那查询呢 我们从这里啊 我们单独以这些例子来给大家去讲解 但在讲这个查询之前 我们要给大家啊 我们要给大家啊来推荐一个这个可视化的工具啊 可视化的工具 我们说现在我们编写的时候呢 从这个命令行中去这个进行操作是吧 嗯 命令行的方式进行操作啊 在这个位置 你看这样操作可能呢不扣直观 那么写的时候呢能看 看的呢都是都是不太方便 那实际的应用当中我们可能呢 会有这个可视化的一些工具 是吧 在可视化工具里面呢 可能有一些第三方的 对吧 我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Navicate Navicate 这个这个是呃 一个呃 官方网址就是叫Navicate.com 你可以到这上面去呃下载 是吧 嗯 OK 下载完呢 你就可以在这边呃 比如说进行安装 是吧 你看这是一个工具啊 你就下一步下一步就完事儿同意 下一步哎 这是安装到哪个位置上 是吧 OK 创建一个路径安装 你看很简单吧 就咔咔一点 下一步下一步就就完成了啊 嗯 好 你看这软件比较小啊 直接就安装 安装就完成了 对吧 安装完成以后 你看这边就会有一个图标 是吧 有个图标 我们就哎 双击打开 知道吧 哎 他这里第一个呢 是你看打开的时候 他是因为有什么官网下载的 他是适用30天是吧 但是咱们怎么说也够了是吧 就适用啊 或者说呢 你可以通过一些别的方法是吧 可以 那就你自己的事情了 好吧 我就不管了啊 呃 这个更新我们就不检查了啊 关掉 好 这个工具里面还是中文版的 是比较好看 对吧 嗯 非常好看 首先你要连接你的最后 连接什么 连接MySQL 所以你点这个连接 然后点MySQL是吧 嗯 然后连接的这个名称是什么 对不对 比如说我就叫localhost 或者你自己取个名字 这都可以啊 用户名 root 密码呢 没有是吧 我这里是没有密码的 连接你要连接成功是吧 嗯 OK 这就连接成功了 呃 IP就是你要连接的那台服务器 数据库的服务器在哪 我这个数据库安装在我的电脑上 那我就我的数据库就在本地 是吧 嗯 所以就用我自己的IP地址 或者说叫localhost 这都可以啊 对不对 然后这边呢 你要连接的时候呢 你要可以选择高级啊 高级里面 然后在这里面呢 测试连接 连接成功了以后呢 它这边 你看你使用高级连接 它就会把所有的数据库 给你列出来 是吧 嗯 比如你要连接的是这个MySQL 这个点中啊 这个test数据库选中 然后这个mydb数据库选中 是吧 这两个数据库选中 然后或者把这个mycircle数据库选中 其他两个你就 你就 不选了 好吧 就选择三个啊 好 然后呢 OK确定 这就已经连接好了 是吧 嗯 你看你再双击一下 是不是就打开这个三个数据库了 这个是我们之前见的 对吧 你看双击 这边呢 就有emp这个表 你双击 是不是能打开这个 这个这个库的这个 呃这个数据库里面的一些数据 你看到这样 嗯 是不是都能看见了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都能看见了 你看这个这样就 是不是更加的这个 呃直观有表格的方式 可视化的方式 来给我们去展示 嗯 是吧 嗯 就是这样的 OK 好 那么我们未来的操作呢 就在这个工具上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这个很简单 这些工具啊 你看这个 你想新建表在这儿是吧 哎 又一次可以又击一下 不可以新建表吗 都是可视化的操作 对吧 好 那我们要去查询数据的话呢 这边你看啊 我点击这个查询 点击查询 然后新建一个查询 是吧 新建一个查询 那这个就是在这里面就写你的这个查询的这个语句就可以了 比如说 select 是吧 新 from 这个EMP 对不对 fromEMP 那么这个呢 你就可以点运行 你看这边就会有这个结果出来 对不对 就会有我们这个相应的这个这样一个一个结果 选项 工具选项 我把这个字体呢 稍微给大家调这个调大点吧 好吧 嗯 OK 我看这个字体有没有被放大呀 选项 字体 编辑器的字体是吧 编辑器 就直接在这里面写字体吧 编辑器的字体 在这儿是吧 那是网格的字体 编辑器的字体 命名列表的字体 是吧 嗯 还有一个一压图的字体 都给它选中 OK 嗯 这个查询编辑器 写字体貌似好像还没有改变啊 嗯 变了没有 好像没有吧 没有 这个都改成16了已经 我们的编辑器 位置 自动保存 这冒失这个字体改了没啥反应啊 是吧 编辑器的字体 OK 没啥反应啊 没关系啊 一会我们再再再再再再改吧 好吧 好 OK 嗯 好 这是查询这个啊 查询的这个语句 我们可以这么放大片给大家给大家看就行了 对吧 嗯 好 那么呃 然后呢 我们先对着这个来啊 对着我们这个PVT里面的内容 是吧 嗯 在这里面来啊 你看 第一个 查询所有员工信息 就是select新 flown什么什么东西 对吧 但是我这要给大家讲一个这个道理是啊 你在查询所有数据的时候 新代表通配服务是吗 嗯 通配服务就是他会自己去查找哪有哪些字端 那在实际应用当中 不允许出现这个信号 知道吧 嗯 实际的应用当中你应该怎么写呢 你就你要查哪些 你就写哪些 知道吧 嗯 就不能偷了 真的 然后呢 he date he date 对吧 sallery drop seven 都得 挨个都得这样写 明白吧 嗯 查出来 哎 这个字体好像 被设置的有效了 是吧 嗯 大了 对变大了 对变大了 对 这个字体是变大了 你看 这样去查询 你跟刚才查询结果有没有一样啊 结果 这个一样是吧 嗯 但是处理的速度不一样 明白了吗 这边他就不需要再用心号再去匹配 因为心他是不知道是什么的 他还得根据这个心再去把那个哪一哪的知道再查一遍 把知道再查出来 再拼成这个谁里去再去查 有的他所做工作就增加了是吧 对不对 就额外增增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这个事情 好吧 嗯 所以呢 正常查询应该是这么来写啊 这么来写才是对的 好吧 OK 嗯 这是这条语句啊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在没有表被引用的情况下允许您指定DUAL作为一个假的表明 DUAL什么意思 比如说他可以做运算的 比如select一加一 一加一等于几 二 那一加一在哪个表里面呢 有吗 没有表 没有表 但是你得符合这个查询语句是吧 所以DUAL 没有了吗 这就是虚表的意思 这就是这个虚拟的这个表 运行 结果 二 一加一等于二 是吧 一加一这里面啊 就我们就给他 他就会等于等于二了 就这样输出来 这第二 第二条 这个 语句啊 我看看这边是 好 这是第二条 第三个查询ID为1的员工信息 怎么怎么查 selector 那我代替东西啊 我代替东西啊 你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from enp vail id等于1 看懂了吗 id等于1 这一条语句 我们再去 执行啊 运行我们在选择性的选择 运行一选择的 好吧 嗯 step the counter r 好 运行这一条 你看 是不是小弱就出来了 对 因为小弱 id等于1嘛 嗯 这带条件查询 是吧 对不对 这叫做带条件的一个查询 然后查询职业为空的员工信息 有职业为空的吗 嗯 selector 啊 新 from enp vail 职业 job 等于空 怎么写啊 要 不能等于空 不能这么写 知道吧 要写 e字 no 啊 e字 no 就表示它是等于空的意思 control sept 啊 嗯 有吗 嗯 没有 就没有等于空的是吧 如果有的话就等于空了 有的话就查出来了 明白了吧 这是这条啊 呃 两条语句啊 好 继续往下看 呃 使用别名查询id为1的员工的姓名和性别 是吧 员工的姓名和性别 那么就selector 你看这个姓名 name 是吗 用可以用别名 e字 e字取个别名的意思 假如说我取名比较叫 就叫姓名 可以用中文啊 姓名 然后呢 再写什么 gender 是吧 e字什么呢 e字 这个叫性别 是这样吧 e字 你刚刚取别名的话也可以取别名的 嗯 比如e 直接写一个e就行了 这个s是可以省略的 s是可以省略不要也行也是可以的 就像这个一样是吧 from emp 然后呃还有一个条条件是什么 这个id为1是吧 也就是小弱呗是吧 id等于1 好选中执行 对不对 嗯 select这里面有个错是吧 我们看一下e哦 这里不能这么写啊 有用e的话这里就得 变成 这不能也一样 叫 再执行一遍 嗯 看啊 s吧 ok 啊 嗯 看哪个地方说的错啊 说你这个里边 my circle right flown id 啊 写错了 vail是吧 这是成的 vail id等于 ctrl shift r 这就可以了 你看 性 这就变成姓名 性别 看到没有 嗯 就 给我的别名取了别名了 这样一次 就不是name跟gender的是吧 所以这个我刚才说这个s可以去掉了啊 可以去掉了 你要去掉的话这里就一样了 对不对 这结果是一样了吧 哎 这是取别名 明白了吗 取别名 你也可以在这取别名叫e 那你前面就写e点name 哎 这么来去取这个别名 好 这是取别名 然后呢 查询性别为女和指定日期的员工讯息 两个条件的嘛 好 查询 这个员工讯息 from emp 是吧 然后性别为女 怎么来一整呢 vail gender 等于多少 i f 那等于f不是你啊 等于f 对 and and就是并列条件是吧 嗯 并且呢 假设说这个herry date 等于多少 你可以给一个这个日期是吧 给个日期 我说2015-0103 可以吗 嗯 好 0103 那就是 谁啊 又是你 是吧 ok save 又是小若 是吧 0103 f 两个条件 这是并列的两个条件 是吧 这样去查询 ok 好 呃 第七查询id大于5的学生 你也可以用这个这些符号 表示大于是吧 嗯 selector 新 from 什么 enp vail 什么呢 id大于5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id大于5的 有吗 没有 是吧 没有id大于5的 但是呢 也没有啊 大于4 貌似也没有是吧 因为等于4的有是吧 等于4的有一个啊 好 查询性别为男或者id小于5的员工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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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enp vail 性别为男是吧 gender等于多少 m 男吗 或者怎么写呢 or or就是或者第一次 这是关键字啊 蓝色部分都是关键字啊 哦 什么呢 哦 这个 刚才说什么 id小于5是吗 对不对 id小于5啊 这是这样一个信息 我们在counsel safe 执行 呃 三个都出来 为什么三个都出来啊 破吗 只要有一个条件成立 就算成立 可以吗 里面都小于5是吧 所以应该都都有 是吧 就是 这条语句的一个查询 好吧 嗯 经历看 查询性别文 查过了 查询性 这个名字最后一个字符为s的 员工 最后一个字符为s的员工 这怎么查啊 s最后一个字符没有 是吧 那我就随便查一个 说最后为a的 好吧 select 新 你看怎么查 什么 from emp well 呃 什么 well 我们条件是 名字是什么 所以这里面用一个关键词叫like 叫like like是什么意思 像 什么 像什么呢 像 你看 呃 前面 用百分号 后面用a 嗯 百分号的意思就表示 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 就是 就是不管这个字符记是什么 只要满足 最后一个字母是a 就算满足 那小花等好最后一个字母就是a 是吧 是不是就是成立啊 嗯 就是成立了 哎 这个well name like 这个 a 是吧 哎 那我们就开始执行一下 啊 看 小花是不是正好 嗯 就查出来了 是吧 like这个关键字的一个使用 如果是 想中间为a怎么办呀 就是百分号 a百分号 但是a在中间 只要在中间就行 是吧 如果a打头呢 就是a 然后百分号就可以了 是吧 哎 这是任意调整 好吧 你自己去就任意调啊 OK 然后继续啊 继续看 我这边还是得放大一点点 好看一点啊 然后呢 继续看这边 我们的这个 这边还是缩小 查询姓名以指定制服开头的员工 是吧 嗯 哎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了 是吧 刚才说的把a条前面就行了 是吧 把a条前面就以什么什么开头嘛 对不对 嗯 查询姓名中包含w的员工 那就是刚才说的什么 两个百分号中间加那个w 是不是 这个查法是一样的 我就我就不不写了啊 第十二个 查询所有员工信息并按日期降续排续 哎 可以降续 select 新 blown 什么 enp 然后呢 降续 用old by 这是一个关键字啊 嗯 old by 这个意思 ok 然后 呃 日期什么 第一 叫old by什么呢 he d heridate 降续就后面加个d e s c 啊 这大写小写都无所谓的啊 其实这个成功语句里面 它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好吧 就大写跟小写都可以 呃 heridate dsc 就这么来写就可以了 old by 然后 heridate dsc dsc 这比较降续 那默认就是asc as a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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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什么大于什么 这些就叫val 要加val这个条件一句 好吧 好 这是我们的 降续跟排序 多个排序条件 当第一条件相同 以第二个条件排序 第二个条件排序 这个怎么来排呢 那你就在后边 接着写就行了 如果这两个相同 我就按照salary 的这个什么 DESC 可以吗 就这么写就行了 当然我这里 没有这个效果是吧 没有效果 这里指的是什么意思 先按到这个日期排 如果两个日期都相同 是吧 那就按照什么排 按照它的这个工资排 工资的降续是吧 OK 那假如说 我这边来改一下这个值的话 我就改一下这个值 比如说这边两个小花 这边也改成什么 03可以吧 也改成03的话 我们来执行一下 你看 是不是小花排前面去了 对不对 小花排前面去了 因为她8000嘛 她多嘛 5000少嘛 是不是 两个相同的情况下 按照第二个条件排序 明白了吗 嗯 这是这条语句的含义啊 按照性别分组查询 男女员工的人数 是吧 按照性别分组查询男女员工 个多少个是吧 select什么呢 你看啊 呃我们说是性别 是不是 嗯 性别 我们要按照性别来查 gender select gender 然后呢 from emp 然后呢 是吧 这边要用个分分组了啊 嗯 group by group by就表示这个分组的意思 是吧 表示分组 按什么分组呢 按照这个gender 来进行分组 select gender 啊 然后呢 from emp 然后这个gender 来进行一个分组 走 我们查 你看 分成两个组 一个是f 一个是什么 max 不是max 一个是男 一个是女 是吧 男女嘛 表示两个 按照她进行一个 分成两个组 是吧 嗯 分成两个组 这是这样去做的 呃 那么还有呢 就是查询男女员工的 什么 人数 是吧 嗯 这里面用到一个人数 怎么来查呢 还有一个按性别分组 查询出女员工的人口的总数 是吧 那这边的话就是 需要人数 那我还需要有一个 怎么来进行设置呢 这边要用一个count gender 用这里用到一个count 明白了吧 用到一个count的关键词 表示计算什么 总和的意思是吧 嗯 计算组合 走 你看 他就计算出了 有两个 这是一个 是吧 诶 那这儿整出来的话 这不看不清楚吗 是男两个 还是女两个呀 不知道是吧 不知道 那所以怎么办呢 你还可以加一个 gender 不就完了吗 是吧 再加一个gender 这边的话 他就可以进行这个 操作了 你看 他看到吧 这是F 两人嘛 两女的嘛 一个男的嘛 嗯 是不是啊 哎 这就你可以用 add 这个叫什么 总数 是吧 add一个总数 然后查询 你看 女两个人 男一人 对吧 对 好 那么我只需要查出 女生的人数呢 怎么查呢 你看 selector 女生是吗 嗯 counter 这个叫吗 gender 对吧 add 总数 跟这个一样的 然后是一个gender from 什么呢 emp 然后group by gender 对吧 然后在这里边 还可以再加条件 你分组 完了以后 还可以再加条件 叫什么 叫 heaven heaven 什么呢 heaven 这个gender 等于 什么 等于这个 f 是吧 为什么叫heaven呢 heaven就是分组里面的条件的意思 你well语句就是你总这个语句的一个条件 分组以后再加条件 你不能再加俩well吧 嗯 不能再加 那这个就是heaven 叫heaven ok 好 走 你看 总数俩人女 是不是 嗯 这就用到heaven这个位置 但是呢通常行为下不建议用这个heaven 因为呢 呃 你最好就是先分组之前就把数据过滤掉 然后再去分组 是吧 别分组完了以后再去过滤条件 这是两种做法是吧 性能会不一样 知道吧 你就先过滤条件 然后再去分组 分组是最后一个条件 就完事了 嗯 你别分完组以后 分完组 然后再把那天都不要 那就 相当于是前面的分组就白分了是吧 是吧 哎 这个地方啊 大家注意一下 好 这是 我们做的分组查询 查询表的总记录数是吧 总记录数怎么着 selector 然后呢 count 也要用了count了 count 心 flang EMP 表示我要查 所有的人的信息 总数3 是吧 总数3 所以 心就代表 空ID的也算啊 空值的也算 一般情况下 如果是用ID的话 那就表示 求ID的总数是吧 这个可能更准确一点 是吧 因为ID不能为空嘛 对不对 不能共 这都可以啊 就求这个总数 count 心 或者count 一个ID 好吧 嗯 查询员工记录的前三条 前三条 那我们总共才三条 是吧 那你怎么查出 比如前两两条吧 好吧 count 心 flang EMP 怎么查呢 这边有一个叫limit的关键字 limit的关键字 嗯 limit的关键字有两个参数 零起始位置到 第几位置 嗯 明白吧 就是 嗯 从哪条开始一共查多少条 从第零条开始查 两条的意思 是吧 嗯 查两条 那么这样出来的结果 我们看一下啊 走 你看 是不是从 查两条啊 从零嘛 零就是 第一条就是零嘛 所引号是零嘛 对 它有个默认有个所引的啊 嗯 有所引 它位置就是零 然后呢 查两条 是吧 嗯 这个呢 我们相当于是可以用来做什么 做分页用 嗯 分页 未来我说 呃 我不可能说我要查出就是100万条 我都查出来 不可能 我先查出第一页 是吧 对 因为你页页的翻页嘛 是吧 嗯 翻页 你翻到哪 我再去查 对 我不是说你要100万条我都给你 你还看不过来呢 是吧 你可能点了两页你就不想看了 是吧 嗯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样了 这是可以查分页 好吧 OK 这个是这个里面所涉及到这些个语句了啊 查询的语句 各种不同条件 我们都通过这个事例里面给大家给演示了 好吧 嗯 这是查询的这个语句我们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好吧 好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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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